大家好,我是老外福德 您现在收看的是11月25号的元氏五间新闻 先来关心新闻提要 桃园县将在后年升格为直辖市 内政部长表示人事成本、城乡差距 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都有待重新的再检视 台东县第11选区议员补选 最后有警戒退休布农族的张顺成 以880票击败了对手余秀芳 花莲光复乡公所首次举办了桃杯研习 不仅让部落的妇女多学一技之长 并且也要找回失传的桃艺文化 休一开始看到的是来自台东重谷的消息 台东县第17届第11选区议员的补选 在昨天进行投票 这一次的补选有两位两个人要抢一个席次 最后是由警戒退休布农族的张顺成 以880票当选 击败了三度参选的余秀芳 由于前第一选区先议员余忠义转战乡长选局 台东县选委会特地在11月24号举行先议员的补选 这一次第11选区补选要选出一席 形成两人强一席局面 党务出身的余秀芳这次是第三度参选 补兴以260票支插再度落败 张顺成以880票当选 认为自己当选是因为选民的支持 以及过去为民服务的基础 涵盖海端乡 关山正脊 池上乡 以海端乡为主的台东县议员第11选区 投票人口约在3100左右 这次总投票数仅1500张 投票率不到五成 主要是因为在外工作的居民没有返乡投票 居民期望当选的先议员能真正为部落做事 我就希望最重要的是选出来的人 能够对自己的乡真的是有所贡献就好了 不要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 余秀芳在上一届的选举和转战乡长的余忠义对上 不幸落败 如今再度卷途重来 遇上警戒退休的张顺成依然败选 党务人员出身的他虽然过去替人抬教 自己选举却没有那么顺利 而这次投票结果还必须有台东县选委会公告 记者可道夫一样 古六十台东海端采访报道 另外内政部通过桃园县升格为直辖市 将在103年12月25号正式成为台湾的第六都 内政部长李鸿源表示 桃园升格的确存在着人事成本和城乡差距的问题 应该全面检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桃园县23号通过内政部审查 将由103年12月25号起 正式升格成为台湾的第六都 内政部长李鸿源24号表示 桃园升格改制 存在人事成本和城乡差距的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该全面检讨 目前人口数将近203万人的桃园县 不只拥有国际机场 也即将建设桃园航空城 身为工业大县的桃园 创税能力也仅次于台北市 升格为直辖市之后 内政部期许桃园能扮演桃竹苗区域 领头羊的角色 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桃园县长吴志阳则说 会做好万全准备 我们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希望在升格的时候 就是一个已经ready的 已经准备好了的一个状况 让县民能够直接享受到升格的好处 吴志阳也勉励县府同仁 在升格之后要拿出直辖市格局的公务员态度 继续为民服务 但随着升格改制而来的公务员升等 与增加庞大人事成本等问题 都还有待克服 记者综合报道 立委孔文吉 11月23号代表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出席了我们邦交国索罗门群岛 国会办公大校落成的剪彩典礼 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立法委员 孔文吉率领的团队参加的是索罗门国会办公大厦落成的剪彩典礼 另外立法委员孔文吉以及行政院员明慧 企划处处处长阿朗马拉旺 也前往古战场遗迹 用槟榔与米酒来调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被迫参加高沙印有军 在索罗门群岛海域牺牲的台湾原住民族人 其中也包括了立委孔文吉的舅舅 不用哪位 好 体育的消息 第十九届关怀杯三级棒球警告赛 24号开打 全台各地总共有48支的球队 要来争夺冠军的头衔 原棒协理事长张泰山告诉年轻的棒球选手 这一次的比赛都会有球探在找 有潜意的选手 鼓励选手们要好好表现 青棒打完一毕业就可以打直棒 你们应该知道吧 所以现在四个球团 很多球团都在看你们表演 无论是美国 台湾的都在看 如果你们不想升学的话 你们可以 如果说你们直接想要打直棒的话 可是要有实力 要让人家看得到 所以我很重视青棒这一环 最重要的是就是要回归到基本 最基本的 先把基本的基础都打好以后 才可以想说 要去调整更高 更高去国外打球 那你基本的东西 如果还没有做好的话 就是你还没有 还不会学会走路 你想要跑就不对 这一次的棒球教室 主要是针对即将进入 成棒的青棒选手 在完成少棒 青少棒阶段的训练之后 心态上的调整 越来越重要 在日本打直棒的选手杨耀勋 还有中华直棒选手余玄民 认真的传授基本观念给青棒选手们 我觉得打击的时候身体常开掉 你在准备的时候 可能为你的想法 可能就只有想要打 应该几乎大家的关系就是打变化 觉得肩膀才会比较快开的 第一时间你的重心 你重心很高的话 你战机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你要准备要收的时候 这个第二个准备动作一定要有 19届关怀杯三级棒球锦标赛 即将在11月25号到28号 在台东市各棒球场进行比赛 全台各地的三级棒球队 48队共襄胜局 离其去年增加了8支球队 战况激烈 势必在创空前 记者卡特比亚 顾六十台东采访报道 为了要抢民国101年教育部 所举办的全国性舞蹈比赛的门票 新北市在板桥的江翠国中 先举办了区域性的竞赛 其中只有两队是援助民族的团队 分别是三峡国中以及丹凤国中 最后两个学校的代表队 也都同时荣获优等 向海神祭拜迎唱祭歌 祈求祖先庇佑 捕鱼活动进行顺利 及农作物好丰收 这是新北市丹凤国中 在舞蹈比赛中的主题 另外也有来自三峡国中的团队 展现阿美族现代结合传统 搭配鼓声秀出整齐舞步 参赛的学生从比赛过程中 学习阿美族文化 对自我认同更加有自信 对让我们学习到以前 就是老人家他们的智慧 然后他们向神明祈祷的方式 打鼓然后跟跳舞 其实每一首打鼓都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是看跳的舞是什么 然后就用鼓来搭配 现在在都市看到原住民的同胞 其实也很难这样 又也少 所以如果能这样 大家邻居在一起这样 高兴 荣幸 我觉得我们最难就是动作要一致 因为要一致就是要整齐才会漂亮 所以我觉得这地方比较难 24号教育部在新北市 举办全国性舞蹈比赛的区域性育赛 国中团体组光是新北市 就有20多支队伍参赛 不分性质是个让学生发挥才艺的平台 而丹凤国中及三峡国中 是今年所有队伍中 唯一二的原住民团队 学校主任希望争取机会 让原住民孩子在都会区接触多元文化 让我们原住民舞蹈的美 还有歌谣的旋律的美 能够让其他所有其他参赛学校 其他汉民族的小孩子 也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做体验 梁索国中荣获优等奖 可代表新北市在明年三月 进入全国性国中组决赛 主任表示会积极在未来三个多月 加强传统舞蹈训练 获选可以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师生们都相当的开心 得奖的感觉是什么 很开心 记者阿博斯八号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 天气转好提供观众朋友一个好去处 为在台北市花博公园的原住民风味馆 举办了创意试集 在周末也会有让民众DIY的实作体验 而这一系列的活动会持续一个月 也就是会到12月的23号 台北市花博公园的原住民风味馆 举办享游原民创意试集 在这个创意试集里面 主打商品都是原住民风味的餐点 跟手工艺品 来自于原乡的新鲜蔬果 让台北市民可以就近品尝体验 可能大家可能还不是 很快就可以学会织布 那但是呢 手工布这个质感 跟它的一个触感 那我们希望说 用最简单的方式 藉由跟织布 跟磁铁的一个结合 然后来做一个简单 生活上面的一个 一个小 一个家庭的小摆饰 来到现场呢 也可以跟我们设计师们 一起做一些互动 我们还有安排很多的手创DIY 在摊位的部分 那另外市集的部分也邀请到的 是我们的美食 想到原住民的美食一定要有山猪烤肉 我们的香肠 还有来自部落的生鲜蔬果 那这部分我们都欢迎各位好朋友 来到我们现场一起玩 开幕的这一天 虽然是英语萌萌 但是还是有不少民众七家带券 来逛逛这个创意市集 现场包含竹筒饭等等的原住民美食之外 还有传统射箭打靶活动 可以体验射箭 也可以把礼物带回家 大人小孩都很感兴趣 第二个部分有彩绘小山珠 手工织布马卡龙磁铁 环保布袋支帖 民众跟着老师一起学习 制作手工艺品 像这个树面这种东西 然后再用这个叠口花 都专用那种餐巾子 然后直接做可能他想说这个图案 或者说像这个玫瑰已经剪裁好了 然后直接在上面做剪贴的动作 因为它会透 会看不到图案 所以尽量用浅色 然后直接在上面在做剪贴的动作 你怎么会想要把猪化成蓝色的定色呢 你喜欢蓝色吗 我平常一开始定色都会先化蓝色 感觉蓝色很悠闲 创意市集将持续到12月23日 每个周末活动从早上11点到晚上8点 晚上也有原住民日团的演出 记者格隆赛 台北市赵方报导 在高雄市也有原住民市集开张 集合了40多个的摊位 展示了地方特色的产品 一开卖就吸引了不少人潮 震撼的鼓舞 位在高雄市左营区连池坛旁的原住民市集 揭开序幕正式开张 集合了原乡以及都会区原住民的特色 各项文创及农特产品 要看都会区民众一起分享 只要是吃的 喝的 用的 甚至是看的 听的 只要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都可以到原民市集来看 包括我们的阿美族的这个喜乐 我们排湾族的这个吉纳乌 还有我们桃园区 纳马夏区的高山爱玉子 还有我们的藤汁咖啡 高山茶等 都在我们的原民市集 还有我们的手工艺品 由高雄市原民会协助推广 总共召集40个摊位展售 在每月的第二和第三个周六会举办市集活动 时间为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 活动将持续到明年四月 由于地点就在知名的莲池坛旁 假日人潮较多 因此摆摊的族人也很看好这个市集的营运 市集除了有展授摊位外 还有歌舞表演 趣味游戏等系列活动 以及许多各族群的文创DIY体验 记者母定高雄市采访报导 为了推展宜兰县泰雅族的美食 宜兰县政府在南澳高中 举办了美食竞赛的活动 用餐时间 一起来产生 评审按下计时器倒数 参赛者要在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要做出三道创新的泰雅美食 考验在场参赛者的烹饪技巧 泰雅妈妈们头戴着泰雅祖林眼睛图腾的头巾 用小米 刺葱 山苏 香菇等传统食材 透过创新的料理手法以及摆盘设计 满桌的创新泰雅风味料理出炉了 菜名也相当有特色 刺葱裸肉卷 树豆尾椎汤 以及铁人勇士汤 然后乡长表示明年会以温泉发展为在地的观光 相对的居民就要有心准备 面对大量的观光客 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必须我们自己的乡民 自己要准备 不管是民宿 峰会餐 其他的产业 应该都要积极的准备 透过烹饪料理的设计制作 食材运用 色泽烤绿的因素 最后大同乡乐水村的三朵花妈妈 养生又创新的食材 受到评审的青睐 多下了冠军 接下来呢 阿利夫 宜兰南澳采访报道 宜兰县大同乡热水村 贵族教育步道完工启用 这原本是凌乱的种菜场地 之后呢 转型为休闲 兼具教育的生活场所 当中还建造其劳经历中的 也就是青年会所 而这全长1.2公里的贵族步道 更让老人家想到过去 通往旧部落回家的路 每位来宾手上拿着配刀 用泰雅族的方式剪彩 用刀把黄藤切断 代表宜兰南县大同乡乐水村 贵族环境教育步道正式启用 以及青年会所正式完工 全长1.2公里的贵族教育步道 是动用了乐水村30几户居民 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完成的 我们这个步道做一个整修 就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环境教育步道 那未来就是结合我们部落的人文生态的一个导览的游城 来做这样一个准备 这个东西已经很久很久 大概从民国16年 我们部落就是到这边之后 就大概就没有再做这个东西了 原本是凌乱的仲裁空地 转型为休闲兼聚教育的生活场所 居民修筑陡峭的贵族步道 过去这里是长辈们打猎必经之路 改建之后让老人家们想到过去通往旧部落回家的路 用鼓调唱出心里面的感动 这个路是我们往那个山山 我们往上工作 就是这一条路 然后这几年来后都没有再山山工作 都没有再山山工作 这个步道就还没有做 那个感觉 就是谁看到水电 好像是心里非常高兴 就是这样子 长辈们穿着传统服 盛装出席请用典礼 这条步道对新生代来讲 具有传承文化的意义 以前难走一滑倒 现在早就比较不会滑倒 好像当作一个古迹一样 我们打链 然后会有那个山出会是什么的 从步道要往过去 部落的美景一览无遗 环境大大的改善 让其老们欣慰 乐水社区发展协会表示 未来也会借由这条步道告诉孩子们 这是条通往旧部落的路 让年轻的孩子更认识部落的文化 记得安然转马耀宜兰大同采访 在花莲也要认识一个安美族的文化 陶翁与陶碑是阿美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皿 而现今陶制的器皿渐渐的被其他材质的容器取代 为了传承阿美族制作陶翼的技术 花莲光复乡公所就首次举办了传统陶碑的研习活动 并且邀请太巴朗当地的陶翼老师 将阿美族的制陶技术传承给部落的妇女 有介于阿美族传统陶翼的视围 光复乡公所今天在太巴朗特别举办阿美族陶碑的制作研习营 现场除了教导一般陶碑制作之外 其中祭司使用的祭碑男女有所不同 男祭司的祭碑腰部多了一个环 而这个环代表守住家园的意思 而女祭司的碑体特别有腰身 不过事实上阿美族各个地方的祭碑形状也都不同 这个祭碑每一个部落的祭碑是不一样的 依照他们的习惯或是说是捏出来的那种形 只要是自己摸了感觉很舒服 就是她使用的那个 这是男人祭碑叫Divas 这个是公碑这个是母碑 光复乡公所 这次邀请当地从事陶艺多年的教师 来教授传统陶碑的制作 共有20位的部落妇女来参与研习 一点然后也想说传承 跟老师的心态一样传承下去 我们以前的那个都会什么失去 因为以前也是有听说过 没看过但是有听说过 老人家就是做陶土的一些器具 就是我们使用的东西啊 都是用陶土做的 所以我们蛮庆幸的 能够参加这一次的演习课 然后这边稍微修一下这样子 男祭碑阿美语称为Divas 是吊卦之一 也就是男祭司上山下海 祈福随时要携带的用具 而女祭碑比男祭碑大 女祭司在部落致病 祈福会用到较多的酒 祭碑容量就比较大一些 阿美语称为Divas Nuhai 意思就是长髮的女人 透过这次逃碑演习 不仅让部落妇女席的一技之长 也让宿船的祭碑得以传承 介绍赛造花莲光复采访报道 三峡谷中有一位阿美族的主任 为了让忠措的学生回到正常的学生生活 就成立了一个打森巴鼓的社团 学生们在打鼓的过程中 重新了找到自信 甜美的歌声再配上震撼的鼓声 学生们一放学就来到社团教室 认真练习 听着老师一个动作一个口令 这是三峡国中的峡谷员舞社团 打鼓唱歌跳舞 与原住民族学生聚在一起 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 这群学生都是在都会 区长大的原住民族孩子 跟着父母亲理想背景在都市打拼 面对的都是非原住民级的环境 同学导致学生对自己没有认同 参加了这个社团 让学生找回自己的族群文化意识 应该是跟那个峡谷拥有这个团 因为我才 因为大家都是原住民啊 所以才不会忘记自己的文化 因为不然没有这个社团的话 我现在应该不知道干嘛 都市 几乎都是跟 就和那个朋友他们一起 不然的话 我也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 然后周遭很多朋友都是原住民啊 然后上了国中又加入这个社团 这样国小就没有啊 就国小就放在一起回家 然后上了国中还可以留下练习 很好玩 成立三年的社团 从原本的十几位学生 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六位的原住民族孩子 过去两年学生都是中措生 因为参加这个社团也都顺利毕业了 阿美族的主任用一个家的概念去经营这个社团 让在都会区的原住民族孩子 在这个大都会认同自己的文化 也回到正常的学生生活 其实透过社团的经营 我会觉得慢慢看到他们都会原住民的小孩子有改变 不论是阿美族 泰雅族 排湾族 布农族 其实从家的概念去经营这样的社团 小孩子不但会接受自己的文化 也会接受别族的文化 相对他们在都会里面 会对各种不同的族群的原住民小孩子 都会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体谅 然后他们的合作的概念也会慢慢成立 现在都会区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原住民族学生 但是该如何保持自己原本的文化族群意识 学生透过社团来找回自己 告诉自己不要忘本 记者安热雅传 马耀新北市三峡采访报导 民众荷包又要缩水了 因为中油从明天的凌晨0点开始 调涨汽油 柴油每公升0.4元 调整之后925000每公升33.6元 955000汽油每公升35.1元 985000汽油每公升37.1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32.4元 这是最新的油价消息 要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接着带您来关心天气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 西部有阳光 气温也明显的回升 今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摄氏18到20度 白天西部都可以见到阳光 气温也回升 不过好天气只有一天 气象局表示明天开始封面通过 以及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跟东北部又会下雨 温度也会跟着下降 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加注意 接着来看流入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东地区发展条例通过 立法目的包括 政府必须要推动花东产业发展 维护自然景观 发展多元文化特色 提升生活品质和增进居民福祉 昨天对于花东发展400亿经费运用 有什么期待呢 11月19号 花莲进谱活动中心让您发声 瑞穗温泉特定区计划案 被花林县府写进东发基金400亿的规划蓝图当中 但万荣乡红叶圈占温泉区三分之一面积 当地族人表示 未取得知情与同意 墨市在地族人知的权益 并且有八成左右族人 反对纳入瑞穗温泉特定区 11月20号 红叶圈多功能活动中心 让您说您想说的话 台东医疗资源原本就不足 有限的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台东市区 南徽县只有卫生所和一些小诊所 当地一万八千多位居民很期待有一家提供病床的医院 原乡地区的医病比例及医疗资源严重不足 长期存在健康的问题 相关单位该如何解决 11月22号 台东大五乡大鸟活动中心 请听祖恩的心声 连接部落与部落原地发生呈现在地观点 尽情锁定 根据买报引述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 下半年持续看好传统产业股 电子股需求强劲 建议投资人 人间的股下期营收 渴望暂闯新高 我帮我正在出现下 因面收入报告 暂闯